今天很方便做粥粉麵飯 找了即食麵 是否很方便 即食麵選擇方面也講究 你知道為甚麼嗎? 是 我們最重要是選擇沒有經油炸的即食麵 會比較健康 而且最重要是煮的時候 不要加包味精粉 是 這樣就吃得好一點 沒錯 我們今天就將它像豉油黃炒麵一樣 好 把大的蔥切開 這麼有趣 只是蔥和即食麵 不是 蔥和韭黃 韭黃很有益 還有銀牙 韭黃有甚麼好處 韭黃真的很好 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糖 礦物質 維生素A B C 可以驅寒散魚 增強你的體力 這個真棒 我炒之前 用一點點菇粉 放在麵上 我幫你拌一拌, 好嗎? 好 輕輕 因為我們錄了, 放涼 要不然你不放涼 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很簡單 我們放一點水 水 放一點油 讓我嚇死我 對 看來要吃多久了 我放了蔥頭 如果錄這個即食麵 其實也有技巧 不要錄到它全熟 不要錄到全熟 錄到一點熟就行了 對, 一點就行了 最好就是那個冷河 是, 這樣就爽口一點 是, 好 因為這個很快 煎爆了蔥 放一點麵 放進去 我們放進去 因為它是馬上炒至熟 其實我一次過放了 我一次就… 很棒 硬 放進去, 好嗎? 放進去 好, 放進去 好, 放進去 因為它是馬上熟的 這些材料 差不多了 好 我們就放一點 那麼多的生抽 對 那麼多的老抽 我這個精神所在 要像豉油王 炒麵這兩個我一定不少 對 其實做這些… 厲害 雙子齊飛, 兩雙筷子 因為炒麵 你一定要用筷子和兩雙筷子 炒起來 不然你沒可能炒到 家裡未必經常有炒麵 對 即食麵一定有了吧 不要浪費這個 挺簡單 這個真的很好吃 對嗎